做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人 大家好 我是张志涵 有点晕 可能因为就是一直在这个工厂里面 然后那个没出去透个气 就是刚刚有点晕晕的 虽然不是第一次去国外拍戏 但是已经是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在法国待了将近快一个月 然后一半时间是拍戏 一半时间是骑行 所以整个我感觉 我已经玩了大半个法国了 所以风土人情啊 包括它的一些习俗啊 还有它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景色啊 我都已经领略到了 在法国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 就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就是差距很大 它的城市和农村相反觉得 就是说农村里会带着舒服很多 就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田地啊 而且他们的草坪啊 然后就感觉很舒服也很整齐 然后自己有个小小屋子 然后每个镇啊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教堂啊 就是感觉他们都规划的特别好 然后道路也很干净 就是好吃的我吃 然后呢 没味道的 就比如说健康餐啊 我也能吃下去 就是色拉 可能不放酱我也能吃下去 累的时候就想吃点好吃的 可能吃点辣的啊 吃点海鲜啊什么的 如果不累的话 对我来说吃什么都还好 嗯什么运动都可以吧 我最近因为腿在养伤嘛 我最近还比较喜欢游泳 我觉得游泳对我这个伤的恢复帮助很大 从我开始想要做歌手开始 然后呢 有跟音乐公司在洽谈的时候 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当你有灵感的时候 就随手 就是备忘录啊 或者是手机里 就记录你的一些想法和随想 当你想去创作的时候 如果创作一首歌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零散的想法 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 其实是已经就是很好的一个脉络 已经在我脑海里有一个很好的构思了 然后才去创作这首歌 然后但是现在呢 开始走上这条路呢 就是想有更多的歌曲 然后想写更多的好歌 写歌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需要灵感 就是当你没有灵感的时候 别人强迫你就说 哎呀你要写这个时候写什么 然后在你特别累的时候 你可能只想睡觉 没有空间去思考或者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你看啊 像夜深人静 睡不着觉 失眠的时候 是灵感最迸发的时候 可能遇到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心情不好 或者是就挫折的时候 灵感才会迸发的时候 可能我看一个电影啊 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啊 就是我觉得点点滴滴 都是灵感的来源 在烈火英雄里面的这个角色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转 是有个很惊喜的这样一个人物啊 而且是有演技的塑造空间 而且是最重要的是 能够参演一部这样的戏 我觉得很荣幸 但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去成为一个英雄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我觉得消防员是一个 特别是我演的那个角色 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是一个英雄 非常感谢这位英雄 挽救了很多生命 啊 挑战太多了 我到现在我的嗓子都没有完全恢复过了 因为在那个 我记得在拍摄的时候 要很多 因为在大爆炸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吵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还原那个现场 就是纯靠吼 吼的同时 烟很大 火很大 就我们都是用真火 然后都放的是真烟 就是很呛很呛 我记得杜江哥 他在现场很多场戏 全是这么演的 但我不知道他配音出来会是什么呀 我刚才看得非常感动 真的就是我们拍了几天那个戏以后 我的嗓子也是全是破的 然后全是哑的 然后吸了很多烟 我这半边我就感觉一直 我的嗓子都没有恢复的特别好 就有刺啦刺啦的感觉 那种全身心的那种 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不会管这么多的 真的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是很颠覆 所以我特别特别期待 就是8月1号上映的时候 能够看到自己在大萤幕里 能够演一部这样的电影 比较惨的霸道总裁 披着霸道总裁外壳的一个小孩 我比较喜欢现代戏吧 古代戏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和观众观看的想象空间会大一些吧 因为他的年代有的大部分很多是 虚拟和架空的 然后是小说改编 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观 或者价值观 那现代戏呢 会相对难一点 在架空的情况下 你怎么想象把它合理 你会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要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各方面 又要观众喜欢 又要合理 又要演得很出彩 我觉得是需要 很好的一个 你的一个生活的历练 去完成它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 不像古装戏 可能我只要把我这个性格 我就这么演 比如说我演的之前演的秦王 所有人见到我就要下跪 现在剧里不可能是这样的吧 我走出来人家就全跪下了 就是是一个特殊的 特定的一个情景里 对 如果是历史角色 其实我还好 没演过这种历史性的人物 如果演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做足功课 感受可能模仿 可能去研究它这历史人物的 它的经历 包括它的人物性格 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时候啊 都会觉得可能熬一熬就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越是你扛不住的时候 你是越要到达胜利的时候 我爸有的时候就会开导我 他说其实你已经很幸运很幸福了 他说你相比其他人 可能也同样的跟你受的一样的痛苦 但是却没有你这个这么的幸运 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能有些群众演员 同样跟你在烈日下 同样熬的十几个小时 你可能还在拍 人家可能只是在等待 就是我爸就会这么安慰我 所以我每次这个时候 就会想想自己 其实相比之下 已经比很多很多 在奋斗的一些演员和奋斗的人来说 已经幸运很多了 我能够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能够去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为什么不能够坚持住 去克服一些困难 去把他演好我的每个角色 我觉得现在才是我演艺生涯的开始 塑造不一样的人物 有更多的好的机会 我觉得才是刚刚开始 像陈道明老师 格尤老师 还有范维老师 我觉得就是和这种前辈合作 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只有一个打篮球的偶像 NBA的球星叫韦德 不过他已经退役了 他就不打球了 很吸引我的就是他对待 他自己的工作和他的爱好的一种热爱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男人担当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在逆境和绝境当中能够顶起来的 就是那种很多人就是说 可能在逆境和绝境当中他就被压垮了 但是他是一个就是可以承受出这一切 然后可以迸发奇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小时候特别想当那种歌手 那时候还不流行偶像组合 只是就选秀歌手 我当时就有记得小时候 老在电视机前模仿 特别想去参加这种比赛 但很遗憾就是那时候太小了 然后也没这个条件去参加 然后才走上了演员这条道路 就是所以现在开始找回年轻时候的那种梦想 就想去看看长时间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能够拥有这么多就是对我不离不及 很支持我的粉丝 我觉得这真的是就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也是哪里来的动力 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像看他们打榜 看他们就做数据 看他们为我在微博上 在各个方面做的一些应援 和一些做得很好 特别是工艺 真的是让我感觉 我有一群这么善良 然后充满的朝气正能量的粉丝 自己真的非常幸运 所以有的时候看看他们 我就会很感动 更有动力去完成好我的工作吧 能够更多的露出给大家看 然后更多的把自己健康 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角色都奉献给我的粉丝们 我觉得这是粉丝和他的偶像是一个互相陪伴的一个过程 在前几天我的生日会上我已经跟粉丝说了 我就希望你们都能够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反正我之前一直的那个个性签名是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做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人